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看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发落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袁医生你今天会和我们谈谈肝炎的自然疗法 肝炎其实在香港也很多人有 还有很常见的 肝炎是分开有多少类的呢 我知道其实肝炎的就是肝部发炎 大家知不知道肝在身体哪个位置 在右边的 通常肝就是我们的右边 通常如果你是那个肝骨下面 就是肝的尾部 就是那个边缘 一般来说 你是摸不到肝的 除了肝变大 所以当你的手在病人的左胸肋骨下面 按下去插进去摸到肝的边边的时候 如果你很清楚摸到肝变大 当然正常肝是不会肥大的 所以通常肝的部位是我们的右胸肋骨下边 它背在肝骨后面的横刮膜的后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正常位置 好了 肝炎的成因大家都知道一下 通常是喝酒过多 服药 很多药物 还有化学物质 有时候那些环境的化学物质 它的毒素都会引起 我也都知道 经常都说肝炎的病毒 对不对 大家知不知道我肝的功能在哪里 主要是我们排毒 其实肝是一个身体的最主要的化工厂 肝的工作差不多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都要 还有它就要肝会制造一些胆汁 还有就要那个新臣代謝 我们也肝简单来说在消化方面 将我们的脂肪来到化解 和把那个毒素排斥 所以很多人都吃得清肝 排干干毒 喝咖啡灌肠 还有喝那些瀉盐 用那些橄榄油 其实大家都知道 肝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当我有肝炎的时候 我有一种叫做Belibroben 是一种血红胆素的 这种色素 通常会在我们的胆汁排放出来 在肝炎出现的时候 这种色素就在我们血液里面 慢慢聚积 这就导致我们的皮肤开始变黄 甚至乎眼白都黄 那最后就是那个尿 就是深色的尿出来 茶色的深色的尿 那有什么症状呢 碾形的肝炎的症状 包括恶心 作梦那种感觉 很累 没有胃口 体重消减 还有分辨是呈那些叫做 Clay Color 泥 泥色 就是淺色 没有了绿色的胆汁色素 有发烧 还有肚射 当然我们的炎血就会看到 原来很多肝的酵素就会上升了 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肝的症状 那大家都听过 肝炎有很多种不同的 所谓和肝炎的病毒 有关的 大家知道最主要是有肝炎A B 和C 但原来其实 现在我们发现 是不止A B C 还有D E 和G 真的没听过 是的 就是比较少一点 通常 如果我们有说肝炎A A型的肝炎 通常的潜伏期 是大概15日到45日的 通常是传染性比较高 通常在我们的糞便 受了污染的食物 糞便污染的食物 或者水里面 可以说是我们的口里面 进食得到的 嗯 通常在流行的肝炎A的肝炎 在一些所谓比较落后的国家 就会时不时出现的 吃一些被生的背壳类的食物 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我们也都知道 这些肝炎A的病毒 也都会在我们的血 和我们的口水的分泌 在那里是传播的 通常肝炎A 是一种急性病 通常人们不会说 病了之后 就成为长期的带菌者 通常是一种急性 处理了就算了 那么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所谓的疫苗 肝炎A是有疫苗的 但是你知道 在我们的治疑医療 对于疫苗 是有非常保留的 我们都绝对不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 好了 肝炎B的传播期 大概30到180天 通常是由我们的血 即是污染了的血 和我们的血的产品 出现的 当然了 很多人就因为 因为用药 用针筒注射的药 那些人就很多时候 就有针筒 因为接触血液 是传播得来的 也有时候可能 因为那个亲密的性行为 都会有 但多点就比较少一点 也都有就是我们那个 输血的时候 因为始终 我们肝炎 那个 即是我们血腹里面的血 未必一定是检查得清楚的 但在自然医疗里面 也都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用那些臭氧 是将那些血腹的血 将它进行一种臭氧的消毒 其实那些肝炎的那些菌 是很容易消灭的 但这个很可惜 这个就不是那么被采用的 所以很多时候 尤其在俄国 很多时候 那些人的感染的肝炎 是很多时候在输血里面做出来的 那当然有很多肝炎B之后 也就叫了长期的大品者 是 好了 那刚才所说的那些病征 都可能跟肝炎B 都有关的 但还有是包括肝硬化 和肝癌症 但现在经常都叫那些人 打肝炎B肝炎针 但是我们始终觉得 在小孩里面 其实打这些针的成效 很值得怀疑 很多人都开始觉得 打针亦来不是一个 预防真正的好方法 好了 还有一个大家认识 就是肝炎C 潜伏期是15天到150天左右 这个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C型肝炎 差不多是 比较上是最常见的肝炎病毒 通常跟我们的 一颗血液污染有关 但现在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因为那个猪血 那些针是导致的主要因素 尤其是在落后的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 发现 百分之九十的 慢性肝炎的感染 通常都是因为 针孔注射 吸毒者那些 而且是过去 因为做过一些 血的输血而引起的 当然肝炎C 也可以因为性行为 甚至乎是 妈妈传在英语 发现 现在是大概 全球的人类里面 有三个百分之的人类 已经带有 肝炎C的病毒 即是一亿七千万人 三个百分之人 大部分的肝炎的人 是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百分之八十的 身近的感染的人 都慢慢地 就出现慢性的感染 好了 在这些慢性肝炎的人里面 其中就有 十到二十个百分之人 就会慢慢 是变成肝炎化 而一到五个百分之人 这些人里面 就会变成肝癌症 通常的时间 所以大概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间 慢慢变成肝癌症 暂时在医学界都没有对付肝炎的疫苗 当然 我们现在都有标准抗病毒的药物 但始终这个成效也很参差 而且它的副作用令到很多人都不敢长期应用 好的 我刚才说 其中还有其他的肝炎 肝炎的肝炎 通常肝炎的肝炎 肝炎的肝炎 肝炎 通常在肝炎出现时 混合 如果大家交换用针痛的人最容易感染得到 通常这就是一些B型肝炎的症状 急性B型肝炎症的症状很严重 通常有D型肝炎 还有一个就是E型肝炎 E型肝炎通常在发展中国家 最容易是因为水的污染导致 E型肝炎的症状可能是很严重的症状 但通常都不是盲性 最后就是G 目前认识不够,仍未够 但也知道它很多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慢性的 就是长期的病人 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急性肝炎症状 包括无胃口、疲累、作呕作门、 嘔吐和发烧 偶尽会发现有风烂和关节方面的肿痛痰痛 经过3-10天之内 尿就开始变深色 然后皮肤就出现黄胆 在这个时候肝炎就开始增大 和对折尾指行为大便 听甚至其中的肝炎症状,就是因为肝炎口 所以肝炎可能会增大 肉肝炎后有些大部分的肝炎 有时候肝炎A 通常在4-8个星期 会自己回耗 但是肝炎B的感染里面 有5-10%就变成慢性 而差不多80%的私形肝炎的人 会变成慢性 即是没有那么容易消失 什么叫慢性呢? 如果肝炎经历了差不多6个月 或者以上我都叫做归类 为一种慢性的长期肝炎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治疗法与理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肝炎的自然医疗 肝炎我们有疫苗可以处射 有药物 但是有很多副作用 人们都不愿意用 在自然医疗方面 有什么可以帮助肝炎? 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们有些所谓病毒 对付病毒的药物 但是其实大部分对付病毒的药物 的副作用都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 试试会 考虑用其他自然的方法 而实际上 自然医疗的方法 是越来越被多人应用的 尤其是用在那些所谓私形肝炎 因为私形肝炎 越来越多 而大部分的私形肝炎的人 会变成长期的病患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自然工具 都是在私形肝炎 很多人都会尝试用自然的方法 自然的方法的重要 通常是用来加强免疫能力 自己对付病毒的感染 以及改善和保护肝炎的功能 我们的经验来说 其实大部分的肝炎 自然医疗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而有时候 那个改善 可以这么说 是非常之神奇的 袁医生 如果有肝炎 那在饮食方面 是不是都要很小心 那有些什么 可以 要注意 呢 我经常都讲讲 医食同源 当你在患到急性肝炎 那个期间 当然 你吃的东西 就要吃得以清淡为主 喝多些汤水 或者 蔬菜汁 稀释了 或者 草茶 或者蒸过的蔬菜 如果你不想吃生的话 那 红米 黑米 对呀 我最近都跟各位说 我们陆创业 有一些叫做 Bio-Dynamic 黑米 红米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营养价值是非常之好的 那尽量呢 就不要吃那么多 就是 肉类的食物 那如果肉类呢 就 吃一些 就是走地鸡 或者是 豆科 以及 乳类了 那 我们呢 就要 吃一些食物 就是 就是 辅助我们的免疫能力的 那所以呢 水果 和蔬菜 是最重要的 那 就是完整的谷类 和豆科 那 要减的那些呢 就是令到我们 肝的负担 加重的那些食物 比如 煎炸的食物 一定要减 或者完全要避免 和精练的 糖的食品 含有那些 反式脂肪的那些食物 比如 人造牛油 那我们叫做 vegetable shortening 这些 其实是植物油 来的 煮菜 和那些饱和的脂肪 在很多肉类 和那些 牛肉类的产品里面 那 那尽量呢 自己做多些 新鲜的汁 是 比如 蘋果汁 红菜头汁 红萝卜汁 那样 那你初初 可能不是很惯 就慢慢 小量开始使用 那慢慢 一路可以加加加加 那当然 种一种 我们叫做artichoc artichoc 我们叫做什么 朝鲜 朝鲜 朝鲜鲑 朝鲜鲑 对 artichoc 原来 对肝 是特别有治疗的作用 那所以呢 食物方面 都是小食多餐 以汤和粥水为主 因为它容易消化一点 那当然 水那方面 要尽量找一些 干净的 过滤的 干净的水 那 在日间 水喝多一点 可能每两三个钟头 喝百安子的水 那当然 那什么食物呢 是不好吃呢 就是 垃圾食物 糖 酒精 就是任何 你觉得会 抑抑你 那个免疫系统 那些 的食物都要避免 比如 绝对要 就是不要吃 一些 饱和的脂肪 和那些 所谓那些 氧化的 植物油 那这个 对我们的免疫能力 很大压力 尤其和肝那方面 那 煎炸食物 就是那个 人同后 之类 那还有一样 如果你 知道自己 有些食物敏感的话 那 因为这些食物敏感 会 令到你的 免疫系统 是 需减弱的 那所以 如果你自己 知道有些食物 是敏感 你绝对 就要小心 要暂时 一定要避一避 这些食物 袁医生 那你说要戒口 和要多吃蔬菜 除了食物之外 有没有什么 专门治疗肝炎 例如草药那些 那些 其实大家都可能 听过 有一种草药 我们叫做 Milk Sissel Milk Sissel 中文叫做 牛奶鸡 由于朝鲜鸡 牛奶鸡 Milk Sissel 这种草药 差不多是 草药可以保护我们肝的 保护我们肝的细胞 帮助它重生 和减低肝酵素的升高 我们当然 买这些 Milk Sissel 的产品 好的产品 通常有一个标准 标准是 Silimarin 这个成分的标准 所以最重要 它那个产品里面 每天 要吸收 活药的 Silimarin 成分 就要大概 600-1000mg 所以 买的时候 就要看看 那个产品 它标签到 Silimarin 标准有多少 我们需要600-1000mg 每天 除了Milk Sissel 我们还有维他命C 维他命C 一种做法 就是可以吃1000mg 一日三四次 或者是 一些buffer 那些维他命C 有些做法就是这样的 其实维他命C 你知道 如果是过量 或者身体 早期未曾适应 就会大量 会导致我们的肚射 所以一种做法就是 你维他命C 就要分开来吃 就是每一次分量特别大 而且你的分量慢慢加 加到你开始有少少肚射 就再慢慢减少少 但当然 现在很多的医生 就开始用 静蜜滴珠 这个静蜜滴珠 那个维他命C 的分量 可以加得多一些 好了 那我昨天所说的 Milk Sissel 原来 在我当然有很多的研究 但我现在手上有个资料 就是关于有一组二组一人组 他自己当时有急性肝炎 肝病 就是肝硬化 而这些人 就吃了225mg Cidamara 他发现 他的肝酵素 Ast的肝酵素 是减低了15% 而那个Alt的肝酵素 也减低了23%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临床的实验 里面看到 这个牛牛奶 那个 Cidamara 是实在 Milk Sissel 是实在的疗效 是已经证实了 好了 那还有一个 就叫做Catacin Catacin 我们中文叫做 那个2茶素 那2茶素 如果一天 用到750mg 1日3次 那那个2茶素 Catacin 是一种类黄酮 在研究上 对这些急性慢性肝炎 也有帮助的 好了 那第四 就是我们叫做 Fimus Extract 就是那个胸腺 你知道了 我们的胸腺 在我们胸下面的一个 腺体 是胸骨下面的腺体 那这个是我们的免疫 那个身体的免疫系统的 一个主要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 就是用那些 空腺的那些 那些 那些抽水物 那些 Extract 那通常的 标准的食量 一天就三次 每次200到300mg 那当然 这个空腺的 抽水物 是可以改善我们的 那个免疫的功能 那尤其对那些 私营肝炎的人 是特别有帮助的 那这个就是Fimus Extract 好了 那在我们健康店 我们有一个 产品叫Fimax 那其实就是Fimax Extract 那第五就是 甘草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甘草 是中医一个很常用的 那甘草里面 它有一种 很特别的成分 叫做甘草甜素 Glycerizing 那这个 认为一种 是一个 主要的有效成分 那 那 有些 就会用一些 如果是 严重一些 我就会用注射的 那 那当然 我亦都可以 作为一种 服用的方法 那我们甘草 是可以学习去加强我们的免疫 和亦都有抗病毒的特质 那很多人 很多医生 就迟程 就用植物滴注的方法 那但是我知道 那甘草 如果大量的食物 可能都会引起一些高血压的 那所以大家这方面 都要小心一下 那 但是当然 如果你的血压偏低 那甘草 亦都是一个 帮助你血压提升的 一种很好的食物 是 好的 接着就是灵芝 灵芝的抽取物 灵芝的抽取物 那一个好的灵芝的抽取物 应该分达3000-6000mg 一天 那我亦都知道 这个灵芝对那些 那个 B型肝炎 而且 对付那个 B型肝炎引致的 那些 肝酵素增加 那这个灵芝是一个 经常之用得着的 好 好了 那第七行 就是五味子 Sincangia Extra 五味子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草药 其实是对付一些慢性的肝炎 已经是非常之有很多的研究 已经证实了 那其中一个就是研究 就是用了大概5000的人 有不同种类的肝炎 那么发现 在这个 用那个 那个 那五味子之下 大概 75%的 那些人 那个肝的酵素 是正常化的 那所以五味子 似乎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好了 那除了我上次 刚才所说的这些 其实还有一些 跟食物都有一些关系 就是姜黄 Dumaric 姜黄 是一个有抗炎的作用 也要对那个肝炎的方面 那我们通常的要求 分量就是13次 每次大概500mg 那另外一个就是 Alpha Lipoic Acid 叫做Alpha的流生酸 那这个是会 辅助我们的免疫功能 它也都本身也都有抗炎的效果 那用量也是13次 每次就是大概300mg 好了 那还有呢 我们叫做Phosphatidylcholine 这个卵脂光胆件 菇 这是一个黄斗里面的提炼出来的 那发现呢 这个Phosphatidylcholine 是帮助我们肝去处理脂肪 和保护我们肝的细胞 有一个研究 证实了它对这些B型肝炎的长期病 或者是有帮助的 那用量也是每天大概3000mg YES 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广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肝炎的自然疗法 那袁医生 刚才你提到 原来有些很常见的草药 都可以帮助到肝炎 那还有没有其他 我曾经听过 中国人都知道五味子 是一个中草药 那还有一个就是Astragalus Astragalus 即是黄旗 大家在香港都知道 原来黄旗是对一些 免疫功能的帮助 长期 也对慢性肝炎 通常有些人用粉状 也有些人用2cc 所谓的浓缩的Tinger 除此之外 一般来说 整体来说 我们都要用一些高剂量的维他命 和矿物盐 其中 矿物盐里面 就是Celenium 西是很重要的 如果西的不足 是会导致病毒很容易分化的 所以我通常要求 你每日最好就是用 大概400个Microgram MCG 身 也都会保护我们的免疫功能 每日的进食量大概30-50mg 接着维他命E 维他命E 维他命E杂 也会保护我们肝的损耗 也都会维持我们的免疫功能 通常我们的用法 就是维他命E 是有几种的 所以我通常叫做E杂 大概用800mg 还有一种域 然后就是 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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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是软装13次,在吃饭时同用的 还有耳形保营 我用耳形保营的方法 耳形保营的方法,可以用得着 最后就是用26素的饮品 还有很多green drink 我们公司用了Bali Green 这个牌子里面有很多26素的营养品 包括螺旋组、Sperlina、Corella等 这些当然会帮助我们的肝排毒 加上免疫功能 这些可以视乎军品的标签 用量可以更尽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 我们可以用中西草药、维他命去处理肝炎 我想同类疗法方面有肯定的功效 没错,你知道了 在我的医疗工具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有不同的疗剂 当然,同类疗法要找一个很有经验的同类疗法医生才做得好 在同类疗法里面有几种疗剂常用的肝炎 第一,叫做Cardews Marianas 叫做圣马利亚继草 这个可以这么说 是专门对付肝炎 尤其是左叶肝炎的肝炎 通常的阵形是 人们躺在左边会不舒服 当然,腹部和肝炎会有点痛 呼吸时会差一点 有时动作会令症状更差 这就是Cardews Marianas 圣马利亚继草的疗剂症状 然后,另一个就是Cheredonian Cheredonian 叫做白屈草素 Cheredonian 主要的症状就是 右边的肋骨有点痛 这种痛是会伸展到肩隔骨 在肩膀骨的肩膀 尤其是在右肩骨的肩膀 有点痛 其实是一种放射痛 这是Chanedonian 主要的症状 还有症状就是肚痛 但吃的食物会舒缺一点 如果睡在左边会舒服一点 我刚才说的Cardews Marianas 即是圣马利亚继草 睡在左边会更差 Chanedonian 是比较柔的症状 多数对付右边的健康问题 所以反而 睡在左边 将脚屈起会舒服一点 如果病人 感觉 如果喝点热的饮品 会舒服一点 通常 白屈草的症状 通常会看到很明显的黄胆症状 第三个是China China这个疗剂 我们叫做金鸡蜜 通常这个疗剂的症状 就是肝在右边的肋骨 对触摸很特别敏感 腹部也很强大 一路放肺都舒缓不到 这个就是China的症状 接着就是Lycopoleum 石虫 石虫的肝源也有很多腹脏 消化不良 放肺 这些是主要的症状 当然 不舒服的地方 通常都是腹部的右上位置 这个就是肝的位置 通常也是喝暖的食物会舒服一点 人比较脑 而且很喜欢吃甜的食物 这个就是石虫型的症状 接着就是Natrum Sulpharia 就是流化钠 通常这个肝炎 通常有黄胆 这个黄胆得泥 亦有幅射 看回那个腻 腻胎有点绿绿的腻胎 这种肝炎 通常会有头痛 还有作喉作呕 而这种症状的人 通常如果他发现 如果用手 在腹部里 来大力按摩 或者来摩擦 即摩擦肚 这个感觉 不适的感觉 会改善的 这个就是流化钠的症状 接着就是Nuxvomica 马前子 通常有肝炎的问题之下 有便秘 肚皎 还有很多反射症状 作呕的反射症状 还有其他的症状 这些人比较容易疲累 以及比较脏 脾气差 这些人比较怕冷 所以用暖肤 暖的环境会舒服 这就是马前子的症状 左就是Lun Fosphorus 通常Lun的肝炎 通常有些化学物质 毒害 尤其是化学溶液 这些症状的人 轮型的人 他很喜欢喝冰冻的饮品 但是 冰冻的饮品 进入身体内 慢慢暖的 他又要吐出来 他喜欢喝冰冻的东西 你刚才所说 其实很多的症状 例如石松型 他喜欢喝暖东西 但是他喜欢喝冰冰的饮品 但是当然 冰的饮品 在身体内 卫里面变暖了 令到他会作谋 最后就是硫磺 硫磺 通常硫磺 硫磺 硫磺在慢性的长期肝炎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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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个很资历的、很有经验的疗法医生 才可以帮你找到一个好的疗法医生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试用針灸 針灸对这方面都有帮助 还有按摩或者淋巴的按摩 可以帮我们推动的淋巴是帮我们排毒 亦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有些人用一些反射治疗 有些反射治疗是专门帮你排肝毒 还有我刚才所说的清肝胆、咖啡灌肠 尤其是咖啡灌肠 我们很多癌症的病人 尤其是已经有痛症那些 我们就叫他们一天做咖啡灌肠 一天几次三、四次没问题 做好之后那些胆胆的症状 黄胆的症状 皮肤的黄色就很快会减低 还有就是我们叫做体质水疗 我们之前在我们美国式的治疗法里面 我们经常有一种叫做体质水疗 我们用一些很冷很热的毛巾 交替肤胸和背脊 我们也都用太空小灵晶 是那个条理我们的治疗神经系统 还有有一个德国的光疗机器 同时帮我们清洗我们身体细胞的能量 这个在我们的体质水疗 是经常用得到的 当然了 始终肝炎的病 包括人们都很容易疲累 所以任何社交方面的 朋友方面的帮助 还有就是做一下冥想 基本上的运动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 是一定有肯定的帮助的了 那我们也知道了 任何有肝病的人都尽量减低一些 那些药物 尤其是止痛药 Acytomanofin 这些药物 其实很多药物都是相肝壮的 所以尽量都不要用这些方法 那我相信在中药方面 也有很好的工具 那在我们的过去 我在自己处理肝炎 我通常的重点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都有 淋巴的治疗 体质水疗 碗腸 清肝胆 动类疗化 营养 那其实大部分肝炎的症状 我都可以处理得到 那我们过去也试过 有些人 就是说被发现 肝炎的指标 已经出现了 变成阳性 在经过治疗之下 可以变成阴性 所以在自然医療 是对付肝炎 多方面的肝炎的效果很好 那我们自然医療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会局限于 哪一种的病毒 什么A、B、C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 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病毒 因为我们也不是去杀病毒 我们整体来说 帮你排毒 加强你身体的免疫 这就是我自然医疗的关上 在处理肝炎的手法 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谢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肝炎的自然医疗法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请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我们有两间分店 分别在铜锣湾和中华 电话288248400 网址3w.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